快看快看 海森独有的逃城技能 吐腸了 海森是海底三江科之一 也是海中真品 营养价值极高 这个视频将为您解密 海森的神秘面杀和加工方法 干货满满三连鼓励哦 看这个头至少半斤一个 解炮马上开始 很多人不会区分养殖森和野生森 看两个地方就能区分出来 一看颜色 二看刺 如果每个森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刺很凤利不出装 那它就是养殖森 颜色海森的颜色多样 深浅不已 而且刺体会更圆更粗 我手里拿的就是养殖森 我们看一下它的腹部 哎呀 这是跟我玩吸水吗 有很多的富足 走起道来比蜗牛还骂 带眼的这段是它的小屁屁 遇到敌情时 就会把肠道排出来 进行自我保护 带菊花了这段就是它的嘴 咱们处理活海森的时候 先从嘴部用剪刀剪开 这根黄色的东西就是肠子 这个肠子不要冷是可以吃的 大家注意看 这一团的条状的东西 还别人称之为海森花 也就是它的生殖线 黄色为拱 橙色为猛 精华所在 和肠子一起可以做个蛋黄糖 一个字 绝了 这个絮状的部位叫呼吸素 不仅是呼吸用的 还有过滤毒素和排泄功能 非常的长 不能吃 这个透明状的东西叫玻璃饰囊 是它的吸泡再生气管 通过它就能长出新的内脏 这就是海森的嘴 四周长有菊花一样的触手 用来收集食物 里面长有一排大把牙 嘴 触手 把牙都非常的长 不能吃 来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海森有没有骨头 认为有的打一 没有的打二 我告诉大家 海森是动物界里面 拥有骨头最多的动物 一共拥有2000万个骨片 你没有听错 是2000万个长在内壁上 来 你看见没 重点来了 海森虽好 但很多人不会加工和处理活海森 以下的讲解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酒店师傅的利益 正常酒店师傅 在处理这种海鲜的时候 通常都是一个人完成的 今天我要让我的粉丝都学会 能否两个币鼓励一下 首先 将去好内脏的海森超烫5分钟 这一步是为了定型和去除里面的粘液 下一步非常关键 就是进行压制 高压锅加入清水 水量至少没过海森 倒入超烫好的海森 随开上汽即时 中火压制15分钟 然后马上放汽出锅 用凉水投凉 这时的海森口感Q弹劲道 营养不流逝 用来及时炒菜 炖烫都没问题 重点又来了 保存方法 大家记好 用保鲜膜如视频手法 包烟了里面不要有空气 然后放入冰箱冷冻保存 可谁吃谁取 这期就到这里 下期干货满满 内容更精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